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這是神奇寶貝第二季的開始啦 那當然說第二季的第一集的話 我是直接繼承了我第一季最後我身上有了神奇寶貝啦 其實在我神奇寶貝第一季停了大概有半年是嗎 之後我就應該開新的一季啦 不過那個時候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還是想要就 待在舊的地形那一邊嘛 可是那一邊的話又因為改版的關係不會有新地形 那不會有新地形的話就 就不會有什麼新的神奇寶貝啊 甚至連神獸都不會出現 那像我自己一個人跑到了很遠的地方去之後 然後就找到古拉多 不過好像沙漠山丘是不是舊版本就有呢 不管如何這邊是新據點 那這邊是新據點的話我當然還是需要農田啊 然後還是需要果實啊那一些的 那時候我到時候再來開闢就行了 那現在的話我先來看一下這附近有一些什麼吧 有肯太羅啊這個地...哇賽 帶龍...帶龍...帶龍就這樣出現啊 我的傑尼龜...可是這帶龍... 這帶龍都看不到他的...他的等級啦 欸帶龍...帶龍你的名字我看不到 也看不到你的等級啊 這個傑尼龜會不會就一下子得了太多經驗值啊 欸可能會喔逃走 被打死了啦 逃走什麼啊 害我被打死真是過分 唉唷剛剛是卡了一下吧 嗯...這個可以把他打死嗎 不行太好了 確實沒有想要把他打死的意思喔 因為我要抓他 欸他的重量... 我不覺得他的重量會到200公斤 重量球是用來抓200公斤的喔 唉唷 啊然後他就不見了 為什麼我就被... 為什麼被他打了一下我就分去了啊 剛剛是他有發出自爆嗎還是什麼 不對吧 吉利蛋欸 怎麼這邊會有吉利蛋啊 如果有吉利蛋也還蠻特別的啊 可以來抓一下吉利蛋 吉利蛋你好 47等的 哇47等啊 吉利蛋的血很多喔 也許可以用固拉多來打他 搞不好他不會死 喔果然不會死 等一下他是剛剛說自己補血啊 欸 治癒波動他...他...他... 他治療我啊 有吉利蛋 他治療我啊 有吉 高機球抓了他 希望又不會又是莫名其妙 他又把我給弄死就好 唉唷 奇...了...奇了個怪 那這樣的話... 嘖 啊... 派他出來 來... 有沒有什麼可以打他比較少血一點的 然後... 不要把他打死啊 這些招式好像都蠻... 蠻... 好像都蠻有可能會一擊把他給殺了 唉果然...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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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既然他在這邊會刷就代表說到時候他也一定還會再刷出來的 那我的傑尼龜 我要練傑尼龜 對... 當然這邊是新地形 也不算新地形啦 就是離我們最一開始那邊是很遠的 寶寶丁 兩個寶寶丁 他們好像打起來了吧 看他們這樣子是打起來的架式啊 然後我再過來看一下這邊還有什麼吧 鯉魚王啊 這邊有水池喔 既然有水池的話就不用擔心說... 不用擔心說那個種田問題啦 然後這附近... 唉唷... 阿伯蛇 唉唷...打他好少血喔 不要冒險 還是換一隻出來 OK... 樂克貓耶 打一下 噴火龍也練一下吧 雖然我有抓了一隻那個嗎 14有水槍啊 提升防禦力喔 16要防禦降低 其實好像都還蠻有用的 沒關係啦 就... 就... 學一下啦 學一下 感覺上都蠻有用的 不過還是得忘掉一個嗎 38等 我可能會一次超過...超過兩級吧 他16等進化的話 那這附近...卡蒂狗 卡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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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的話還是盡可能出去探索一下吧 欸... 看到沒有我的動畫又沒有出現了 我的噴火龍動畫又不出現了 這到底是為什麼 直到現在我都還沒有理解 哇...這邊這個地形比較高一點喔 那比較大一片 結果還是沒有那個... 哇...這邊竟然有村莊欸 這邊有村莊欸 而且是好大的村莊喔 想不到這附近居然這麼好啊 這邊居然還有村莊在這裡的啊 我先來這邊... 我先來這邊一下吧 蘇利伯 然後... 他讓我睡覺啊 16...啊...17...Shit 想不到他還是超過啦 啊... 啊...他超過了啦 17等進化...沒關係啦...沒關係 不要計較太多啊 不差這一點 我傑尼龜到底... 他體型到底算大還是小的 看樣子是很小的啊 這個卡蜜龜這麼小一隻 好吧...我的卡蜜龜好小一隻啊 欸...那如果說這邊... 這邊有村莊有農田 我搞不好也可以在這邊待就好了 想不到這邊...這附近居然這麼好啊 反正你待在這邊...這邊也不會生怪 除非附近有那個刷怪龍 但是...沒關係啊 欸...進不去 15個羊毛換了那個綠寶石啊 羊毛還是可以獲得的啊 打羊也可以獲得 拉達你好 18...19 哇...真好 這附近真的太好了 咳咳咳咳 不好意思... 有人問我那個寶珠要怎麼獲得喔 寶珠的話你得拿那個什麼... 路上就是會出現的寶貝球 路上會出現的寶貝球就是那個道具嘛 那道具會有... 唉唷... 道具會有那個三個寶貝球的形式喔 一個是最普通的寶貝球 一個就是超級球喔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大師球的形態 這三種圖案 那他只會在那種超級球圖案的那邊 會...有可能會拿到那個寶珠 再不然你就是得打BOSS 打BOSS的話那個寶珠也是可以拿到的 那拿到寶珠之後... 唉唷...我弄錯了 拿到寶珠之後你還是可以那個... 唉唷... 高速迴轉 擺脫喔...擺脫殘繞這些東西的 唉唷...不錯喔 呃...縮殼嗎 提升防禦耶 這不是跟硬邦邦差不多的意思了 這個換掉好了 然後拿到寶珠之後呢 你還要根據那個... 你還要再合成喔 因為拿到寶珠是最普通的寶珠 你還要跟那個...合成一下 你還要跟那個...雷之石啊 火之石啊 或者是... 唉唷... 唉唷...還有一隻鳥是什麼 極凍鳥 那就是水之石三種合成 使用... 喔...連續使用成功率會逐漸降低啊 這邊不要... 哇...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 沙漠遺跡喔 這附近是怎麼回事啊 這附近的東西也太多了吧 那是雷電球 不是那個寶貝球 那邊有一個超小捷尼龜 哇...這個有遺跡耶 我去遺跡看一下好了 雖然遺跡裡面不會有什麼... 就...就是... 一般的遺跡啊 它其實裡面也不會說 特別要刷什麼... 呃... 比較特殊的神奇寶貝出來 然後那個寶珠是說 跟那個合成之後 就是根據你...你要的那個... 類型啊 合成之後你要去... 你就要... 就去那個... 一直不斷的打神奇寶貝喔 好像要打400多隻吧 然後它就會充滿能量 充滿能量之後就行了 其實這個神奇寶貝一直玩 玩到後面都感覺好像不是在玩生存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感覺就有點像在玩生存 好恐怖喔 不要讓我突然之間就掉下去 然後踩到那一塊就好了 挖掉它 行啦 骨頭 哇...我東西太多了 種子不要啦 壓力板不要啦 雞蛋不要啦 這個鐵啊先拿回來 腐肉不用啊 骨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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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拿一下吧 木棒的話我先做成火把 OK 這個已經搞定了 拆掉它 再來是這一個 骨頭 鐵錠 骨頭 骨頭 金錠耶 金錠可以拿一下 金錠 還是先把周圍都先拿完吧 然後再把它給拆了 我是不是沒有撿到那個 我要撿箱子啊喂 行啦 這樣的話就可以上去了 這邊的話有這個 插一下火把好了 我有沒有鐵鎬 有有鐵鎬還好 拆一下 挖一下鋁吧 我做鋁的話 嗯...不過只有兩個而已喔 到時候還得再繼續挖礦 然後挖一些 這邊特殊的礦才行 咦 它的入口原來是已經被封住了 被殺給封住了 好的出來了 這邊是沙漠的話 沙漠會出現的都是這些啦 穿山王啊 可拉可拉 它的可拉可拉怎麼變成拉可拉而已 好啦來打它好了 嗯... 泡泡就好了 果然不會打死它還好 等級差不多 再來就開始抓 黑暗球 黑暗球 現在還算晚上吧 它應該不會算天亮了吧 可拉可拉居然變得拉可拉 到時候可以把它變成嘎啦嘎啦 嗯...附近的話都這樣子囉 那上面那邊是一片比較高一點的地方 它們附近的那一個遺跡是在哪裡 包包滿了 我看一下喔 那什麼東西是不需要的啊 其實這個都可以合成啊 然後再放回去的啊什麼的 我都沒有弄 喔咦 我怎麼拿到這個東西 雖然說這個東西我也不需要 丟了吧 那在這邊的話就會有火神鵝啊 出現 不過不知道它的生存率有多高就是啊 有個遺跡 遺跡裡面的東西其實也不多啦 嗯...我再飛一下吧 這邊想說是附近的東西這麼多的 這個黃色的是... 蘇利普 我還希望我可以拿到那個呢 以...村莊在這邊 路上的那個... 道具...寶貝球道具那個... 東西真的很少耶 很難看到因為它也很小 飛在空中也很難看得到 真的都沒有 看到麒麟旗就來打一下吧 因為麒麟旗的等級比較高 比較好喔 26 28 還是有點難打 我直接派風火人來打就好 比較快啊 可以 OK 那邊還有麒麟旗先去打一下 這邊這個地形是... OK 47的耶 哇 28 水波洞 對啊 泡泡給換掉了 哇 這下面都會出現鯉魚王 反正是只要有水它就會出現鯉魚王就對了啦 寶寶丁 那這邊就算比較... 雖然地形比較高一點 不過看起來看來看去 神小味一樣都是這些而已啊 然後那個裂空座的話 那...我看過它要出現的地形是在那什麼Sunflower的什麼 欸是Sunflower嗎 對好像是吧 就很奇怪耶 Sunflower 就是在太陽花的那種...那種草地吧 太陽花...地形 三地鼠在那邊出現 三地鼠這邊本來就都會出現了 是說這個BOSS出現的機率也好低啊 好難找到BOSS的啊 卡蒂狗 BOSS出現的機率真的滿低的耶 畢竟我說 這一季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當然就是把那個閃電鳥給叫出來啊 用正規手段把它給叫出來 不要再說什麼...輸入指令啊什麼 我們還是要試試看...用正規手段吧 咦...喔不對那一個是雷電球 我還以為是那個 喔有烈雀了 烈雀了 烈雀 烈雀...烈雀剛剛飛去哪裡了 喔在我旁邊 也很難抓它耶 不行啊 他們都在空中飛 欸...你別亂飛了 我丟 還是沒中 哇... 這是要多難啊這個 欸可以中了吧 你等級才能5 可是... 要碰到它實在很難耶 哇... 這是空中追逐戰就對了啦 那到時候烈空座不是一樣超難的 烈空座如果在天上飛的話 去吧 中 Oh my God 口袋花 抓個烈雀都這麼困難 高機球去吧 唉唷卡了 欸...結果我是坐著的姿勢在跟他決鬥 好了 然後我上一次的話我記得就是有坐著我的 紅金王然後去那個 打水中的神奇寶貝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打了一擊之後然後他就 自動幫我說把那個紅金王給派出來了 這邊有一個這個寶貝球 就是這個東西它會有那個大師球 跟那個... 超級球的樣子 欸...高機球啦 高機球才對 高機球的樣子 那如果有高機球的話就可以用那個寶珠了 那這裡面我不知道我拿到了什麼 喔又是太陽石吧 太陽石現在有兩顆了 那就是太陽石了 小火馬 來一下吧 哇...抓個小火馬都這麼困難啊 小火馬...哇...我等級都這麼高啊 撞一下應該不會死吧 啊...果然沒有死 高級球來抓吧 抓抓抓抓 有啊...抓到了 現在的話真的就是要拚命的找BOSS 然後找那個寶貝球啊 就是找路上的寶貝球 雖然可以做一個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尋找那個寶貝球的那個...機器啊 可是...它有範圍限制啊 就是... 那個是你抓在手上的 然後你點右鍵之後 它會在你半進35格之內 可以幫你搜尋 而且還是要你半進35格之內 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它才會跟你說那個地方有 限制還蠻多的 就有點討厭這樣 Oi... 壓嘴火龍啊 其實三地鼠來打一下好了 為什麼我都打不到他們呢 為什麼為什麼 憑什麼我打不到你 憑什麼 行啦 我得到殺了 丟掉吧 剛好旁邊都是仙人掌 真好 然後你 牙嘴火龍 牙嘴火龍的話 古拉多來吧 原來我抓過他了 喲 慘了他讓我 他讓我混亂 結果我一直混亂然後我都一直打自己 太好了 30等啊 身上東西好多 銀絲粉烈焰粉啊這些 雞蛋啊 我覺得我應該是先回我的據點一趟 哇 這個地形也太 太獨特了 三地鼠 等級34啊 我的卡名貴等級都30 現在要升到36的話會比較困難一點 好啦 你那樣一直卡地底 你叫我怎麼 叫我怎麼跟你決鬥啊 太大了 去死吧 黏土 他會掉黏土的 那這附近到底還有沒有 哇 我看到那個 寶珠要獲得真的也是非常困難啊 需要好長一段時間的奮鬥 不過這一段路上呢 我還是可以繼續的訓練神奇寶貝 跟捕捉神奇寶貝啊 倒是還沒什麼關係 就是 啊 這附近的地形也都要看清楚一點 這附近就是有很大的 沙漠 還是沙漠 波波在飛 這邊有沼澤喔 沼澤應該會有 派拉斯吧 有嗎 有嗎 有派拉斯嗎 還是說派拉斯現在不是在沼澤出現的 原本派拉斯都是在沼澤出現的啊 派拉斯跟派拉斯特好像都會出現 怎麼一到了這裡來之後好像 剛剛光線就有些微的變化了 哇 有一些走路草耶 嘿你好 給我 給我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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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衝擊撞他吧 直接抓 黃血應該可以吧 抓 欸你抓 你抓 抓了抓到了抓到了 還有些什麼嗎 走路草就不用了 喔這個也可以 他怎麼 但是他已經是進化過了耶 欸文香蝌蚪 文香蝌蚪來一下吧 文香蝌蚪要抓誰呢 這一隻好像比那隻還大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睛看錯了還是 真的有比較大一點 總之就這樣吧 26跟10喔 哇不行 我打一下搞不好就死啊 睡覺吧你 抓 抓 這附近文香蝌蚪好多啊 等一下可以打那隻好了 打那隻來練機 欸收服了 是嗎他是 他進化過了嗎 這隻我真的 欸好像沒有耶 但他等級好高喔 而且他怎麼可以穿過樹葉的啊 這是不是也犯規了 可以穿過樹葉的 唉唷 啊在空中的最麻煩 欸你不要再 啊啊啊啊啊啊 這裡就 欸 不要再跑了你 還從他身上穿過去啦 啊啊啊啊 終於成功了跟他戰鬥 融解應該藤邊兩個打他比較痛一點 差不多吧 睡覺吧你 OK 捕捉 喔這裡比較暗了 天也黑了 也許我可以用黑暗球來抓 不過沒關係喔 OK 抓到了抓到了 啊 派拉斯特果然出現了 派拉斯也出現了 可能是晚上他們才會出現吧 派拉斯跟派拉斯特 派拉斯就抓派拉斯吧 派拉斯 S3啊 13 很容易會一擊把他打死喔 黑暗球吧 重量球還真的是都沒什麼可用武之地啊 畢竟他們這些人的體重實在是都很輕啊 下面有海猩猩 我看我一擊之內到底能不能夠把我的 把我的傑尼龜訓練到水劍龜喔 等級都好低喔他們 不然我 唉唷這個應該比較高一點 果然 呃 我狀況都不妙 我身上的神咬被好像 哇塞 哇塞 他居然沒死啊 31了 胖丁等級才死 從他頭上踩過去吧 打訓練師看看好了 28啊 不過打訓練師也比較麻煩 背包我看一下喔 我沒有什麼可以用的嗎 戰鬥道具 沒什麼可以用的 狀態恢復就是這個 我沒有恢復的啊 那沒辦法啊 五金王來吧 派出了六尾來了 咳咳咳 卡蜜龜出來可能就要死啊 沒辦法啊 不能再派他出來 那這附近的話 哇 快點快點 唉唷 41的 嗯 他顧拉多吧 哇 龍王歇 我看是不是 乾脆直接把他給抓起來 算 算了算了算了 練等練等 水助尾 威力是蠻強的啊 衝擊 水槍跟水波動 水槍要不要換掉 水 衝擊跟高速回轉 然後高速回轉 換掉算了 3D輸 33等而已啊 33的也得打 不然你也很難找得到 等級比較更高的 靈魂殺欸 3D輸會掉靈魂殺 穿山鼠的話 我好像也沒抓過嘛 乾脆試試看在那邊抓他囉 唉唷一擊必殺 算了 弱拳 還蠻酷的 麻痺粉啊 之前試過這兩個好像不能夠 同時讓他們中這兩個狀態 把麻痺粉換掉好了 未來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再可能用個八大虎吧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八大虎的 好 OK 然後 身上的東西太滿囉 沒關係我撿了不少箱子啊 四個箱子 到時候我再直接拿回家去放就好 現在就是先練等囉 穿山王直接來練好了 然後 五金王 OK 拉達 拉達等級都算低啦 現在 唉唷 好卡 貓老大 哇 不要亂跑行嗎 唉唷 唉唷 他一個高速星星就要把我打死啊 34了 再兩級就可以了 哇他在那邊盯著我看 他在那邊盯著我看 好霸氣的感覺剛剛 他又不見了 刷掉了 好不好盯 我覺得我現在應該先回我的那個 據點 神器保育中心喔 我看這個等級多少 45可以打一下 阿唷 嘖 唉唷 喔 shit 他又讓我混亂啦 怎麼這邊都開始會讓我混亂的阿 哇 這打他可以麻煩阿 又讓我混亂了阿 不是吧 直接被他打死了 可是我在混亂當中啊 我怎麼打他啊 是不是只要換一下 他的狀態就會恢復啊 好吧那我先回我的那個 一下 好吧這邊 這邊被我找到一顆雷之石啊 但是 我會到這邊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TP錯地方了 我TP錯地方了 我好像有點 找不太到我自己原來那一邊了 我會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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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片 我到底該丟什麼啊 紅石丟了吧 反正我東西很多啊 皮卡丘 那這附近的話也不是我之前那附近啊 好 各位 我終於是找回來了 然後我居然在這邊發現了一個 這個在亮這個看來應該是 貼圖真的是有問題啊 我敲他的話 他倒是會出現一些什麼紅點 這到底是什麼等級的球我也不知道啊 欸 電力發動機我已經有了啊 哎呀 拿到了已經有的東西 感覺不是太好 石鎬可以先拿 丟了吧 欸電力發電機呢 喔撿起來了 電力發動機啊 什麼叫電力發電 電力發電機 用電力來發電啊 幹嘛還有這樣子呢 好啦快點回來 欸不對這個好像是另外一個閃電鳥的祭壇耶 這個 是我迷路之下又找到一個新的祭壇的樣子 因為我 我記得我上一次找到的不是這樣子的啊 他周圍的狀況跟現在有點差別了吧 對啊 有些差異了耶 我記得我當初可以從 有一棵樹在這邊可以跳到那邊去 然後 從這邊一下子就會直接從這邊掉下去的 所以 如果是照這樣子來說的話 哇 對 那就不對了 那這樣子說來的話 我還是沒有找到我原本說要當據點的地方 我還真的是沒有記那個 坐標還真是太不好 是這一個才對吧 喔對是這一個啊 這是我上一次找到的是這一個 這才是我上一次找到的 然後這邊就有神器保衛中心 是在這裡 然後呢 另外那兩個呢 我的天啊 這個該不會在地圖還會變的吧 這個該不會在地圖還會變的吧 欸這不對啊 這 這不對啊 這一個 欸 喔這邊啦 在這裡啊 這一個吧 是這一個啊 應該是了吧 對啦就是這裡啦 喔 終於找回來了 終於找回來了 迷路迷了好久 不過迷路也總是有一些其他的新發現嘛 然後我的卡迷歸呢就差兩級就要進化了 先讓我回來這邊這個一下 治療一下我的神奇寶貝 然後 這裡的話我想我還是把它記一下吧 好啦那很可惜的是我的卡迷歸在這一集 並沒有進化成水劍歸喔 那時間上來說的話已經差不多到啊 然後 很顯然的是我剛剛確實是找到另外一個那個閃電鳥的祭壇啊 很顯然的是我找到另外一個閃電鳥的 也在這附近啊 然後那個位置的話 我沒有特別去記 但是我想我 我可以那個啊 我可以再回頭來看嘛 我之後全部都有錄下來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應該有把F3打開來看 那就這樣子啦 我們這一集呢 就在這裡結束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